以下是夸张的艺术品 以下又是单车表演 不说你可能很难想象 这里不是什么博物馆 而是由台湾人在北京所开的大型商场 今天就要带您来看看 与众不同的百货公司 要怎么用它的特色来吸引北京民众的目光 明明身在百货公司里 但放一望去却看到外形 一个比一个还另类的艺术品 像是超大齿轮 还有抽象的大脚天使 抬头一看 竟然还有许多骷髅牛掉在天上 让人仿佛来到了奇幻博物馆 不只外形特别 每一件艺术品都有深渊意义 它用的就是华尔街那一头金牛 一头撞到设了一个片局的麦道夫 然后后面看到那群 这个它肚里放出来的皮 有可能是谎言 可能是愤怒 可能是各种集合了所有股民的心情 然后就有一个这样撞肥它的一个作品 还有这个提倡反暴力的巨型手枪 设计的概念就是开枪的同时 任反面都会射出子弹 其中暴力不只伤人也伤己 来自台湾的商场老板 很大方地把私人收藏 放到这家位于北京新开的百货公司里 都让人印象深刻 整个商场艺术品非常多 但是人气最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由韩国艺术家所设计的可爱小狗 忍不住拍了又拍 甚至有国中生把这里当成游乐园 那个有一个牛放气放出来的那个 对 对 咖啡厅什么都很好 不只有艺术品可看 挑高十层楼的建筑设计 不但视觉上很舒服 还处处有惊喜 没有看过百货公司里 竟然还有天桥的吧 很多人干脆把它当成观光景点 这个位于空中花园的艺术展示区呢 除了可以欣赏之外 还可以来玩玩捉米藏 看到壮观的人群忍不住玩了起来 难怪有人把它当成玩乐的地方 不过惊喜不止于此 它还是一栋大有来头的绿色建筑 环保罩是用了跟水立方 一模一样的这个屋顶材质 那这个材质呢 它是98%抗UV 所以其实阳光晒进来 我们不怕被晒伤 同时很多的热能也会被折射掉 再加上周边我们都是用纯玻璃的建筑 所以整个项目大概90%的面积 都是可以被自然光所照到的 这样的设计还成为大陆唯一家 获得美国绿建筑协会认证 薄金级的都会综合建筑 只不过成本可是非常可观 历经十年是资约30亿人民币 将近150亿台币才打造完成 来到这边除了可以逛街 还有欣赏艺术品之外 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北京 能够出现这么一个绿色建筑 还是让民众感觉非常新奇 以上就是中视特派记者关心于方长一 北京采访报道